啊 剪球来了 啊 来 啊 来来 哇 猫耶 哇 剪球来了 啊 剪球来了 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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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一点 一大一点 独开 独开 欢迎 阿妹 阿妹 耶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 阿妹 阿妹 我是阿妹妹的妹 我是阿妹妹的Sella 琴琴 我是阿妹妹的一婷 我是阿妹妹的宇宇 这次呢 我们很高兴合作的 一首歌 那這首歌叫什麼名字 跟大家介紹一下 1 2 3 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分享 Share出去好不好 女生都不會遲到 買包包 換包包 啦啦啦啦啦啦 只要開心就好 不要累 不要煩 就要美的 不要不要 我不碰不要 不碰不碰不講 睡覺醒來就好 等一下 還要支持我們阿妹阿妹的EP 耶 這張EP的概念呢 就是一個複製人的概念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全部人都長得一模一樣 好像別人抱在一起 這樣別人看到 這張照片我個人還蠻喜歡 因為讓我勾起 同仁的回憶 好像在看那個 Power Rangers這樣 OK 這樣專輯的話 我幫他們做到那麼辛苦 我是很好奇 你們個人最喜歡哪一首歌呢 我們的主打歌 阿妹阿妹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就很代表我們阿 我們是阿妹阿妹 不聽啦不聽 Pavo吧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 就是有演這種戲的感覺 這種什麼戲 這種紋戲啊 Sella 那台Pigol 欸 為什麼會選一首新年歌 為什麼會 就 很好聽喔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Stella上狗 你就是狗 狗狗 狗狗的狗 狗狗的狗 你才上狗 我覺得我喜歡 一起加油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勵志而已 攻擊巴在這首歌 其實也是 讓我有一個動力 想要把他們 推出海外的一個動力 因為這首歌呢 其實海外很多人都會唱 可是不知道是他們的歌 衝出海外 出專輯 攻擊你 攻擊你 追你小狗狗狀開 追你完成 追你 追剛剛 攻擊巴大 在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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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就下定絕情 把他們帶到台灣來 發片啊 上節目啊 接下來我們還要跑更遠的地方 好不好 好 不要 我要去土耳其 蛤 我要去那麼的土耳其 我要去東京 他用巴黎爹湯 哇 爆炒啦 今天要做的Dog on 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你們兩邊跑來跑去 飛來飛去嘛 然後也認識不少朋友嘛 我今天我要很嚴肅的 剛剛我們探討 一些很認真的課題 交過幾個男朋友 講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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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lla先講 稍齊交過幾個男朋友 幫我數一下 頭髮有多少根 沒有多少根啊 兩個都是 馬來西亞人 一婷呢 四個 你們四個敢講出來 算是誠實的人 我不敢講因為我沒有談過戀愛 你說的大話 你什麼都說大話 因為我們的題目是什麼呢 這個是一個大對決 這個可能會引起大家一些 爭論 其實蠻主觀的 可是沒關係 就主觀就四個人的主觀 來組成一個答案 所以我們要討論 這兩個地方 台灣跟馬來西亞的男人 所以今天呢 我讓你們來 做一個投票 勝負呢 成屬他們四個人的意見 OK 我現在要問 第一題 請問 台灣跟馬來西亞 哪裡的男生 比較帥 比較會打扮 請選擇 請選擇 這個東西呢 我覺得我們馬來西亞人呢 要多多進步 多多加油 台灣這邊會比較跟潮流走的 馬來西亞不是沒有潮流 有 是比較 Dimus Squirrel的潮流 你管人家 你家真的會沒有朋友呢 講這種話 我想一下為什麼你們會選擇台灣 來隨便一個代表講一下 維度比較接近吧 就接近那些 比較會打扮的國家 給馬來西亞男生打扮 有什麼建議嗎 我覺得 這樣如果金色這樣三條 這樣可以嗎 不要三條啊 要去軟的枕頭 這樣如果 我手這兩片有打扮這樣 你覺得嗎 絕對都沒有問題啊 手這兩片打扮這樣可以嗎 第二題 請問 台灣跟馬來西亞 誰比較有可能 一請客 二三請選擇 講一下 也不懂講說 就是他們覺得 派女孩子出去就是 一定要請女孩子吃飯 然後一定要把女孩子 安全送回家 對這個是我們 馬來西亞男子的一個杯葛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男子的 責任感會比較大 我講的責任感不是自發性的 是因為傳統上 教育說 OK你們要照顧誰 要照顧弟弟妹妹 要照顧女朋友 照顧女朋友的全家 基本上台灣男子有 當兵 所以當兵的時候 就比女孩子慢兩年出社會 所以女孩子要 當起一個家的責任 會比男孩子先 第三題 哪裡人男孩子 會比較有責任感 比較負責任 請選擇 一婷呢 為什麼會選馬來西亞 你剛剛說馬來西亞的男生 比較有責任感 那麼容易被影響 我沒有拉票耶 因為台灣的男孩子 他們的 思想會比較周全 然後他們 比較會擅長 跟女孩子 我明白他的意思 因為我跟台灣人接觸呢 我覺得台灣人的 表達方式 真的是比我還好 這個行為呢 讓他覺得 溝通清楚 就代表責任感 這是可能是他的 誤會啦 來第四題 請問你覺得 台灣跟馬來西亞男生 哪一個 比較孝順 請選擇 應該是看戲看太多 沒有很多那種 溫馨拍的 那各位馬來西亞導演 我們一起加油 下次拍馬來西亞男子 很孝順的一些故事 讓大家覺得我們很孝順 第五題 如果你跟這兩個國家的男子結婚 你比較希望跟台灣的男生結婚 但是住在馬來西亞 還是你希望跟馬來西亞的男生結婚 但是要住在台灣一輩子 選擇是台灣男生 你要一輩子住馬來西亞 那你選擇是馬來西亞男生 你要一輩子住台灣 所以我們以男生來選 請選擇 所以他們根本就沒有要在談戀愛 他們是想住在自己的地方 就這樣而已 這題就這樣而已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我們的 扣分題 第一題 請問你們覺得印象中 台灣還是馬來西亞的男孩子 開車技術比較爛 請選擇 是不要一直通過 現在你正在開車一樣 突然開機車 激情接入你該怎麼辦 我的X你啊 我要甩棍 我開門 然後 嚇到練車手是不是啊 他們踩就是 就是踩很大力 然後煞車也踩很大力 所以就是你就是做 所以就是這樣 每次都會運車 就是一直這樣 堵支 一婷為什麼你會覺得 感覺馬來西亞的人交通比較不方便 所以常常要開車 但是台灣交通就蠻方便 所以不一定要一直開車 所以我會覺得說熟能生巧 就是馬來西亞的男生會比較會開車 這個是算有邏輯的講法 尤其台北啦 它的那個公共交通比較發達 謝謝大家 因為馬來西亞的那個公交通 不是不發達是很發 所以我們一般上都不喜歡搭 第二題 請問 印象中 台灣跟馬來西亞男生 哪一個 比較變態 請選擇 為什麼 為什麼是台灣 你們很好奇 這個我很好奇 因為我們很少請過一個又是 如果台灣男生講 要送你回家 就是要跟你 可是我覺得這題我們在問變態 就算惡惡也不變態 我就很正常 算了 你們選台灣 只好不是選馬來西亞就好 第三題 台灣跟馬來西亞的男生 誰比較容易劈腿 請選擇 為什麼是台灣中槍 因為 台灣 比較多正妹 正妹就是很難選 都一直劈腿這樣看 好像是 聽過有人講台灣很多 印象 所以應該是容易劈腿 沒有 你們問一個倒倒弟弟的台灣人 你覺得 他更加不知道 因為他是死宅女 是喔 來下一題 請問 哪裡的男生 大便比較臭 請選擇 為什麼會這樣 不要很好奇 因為馬來西亞廁所比較臭 耶 太誰了 為什麼 怡婷妳覺得是馬來西亞大便比較臭 妳能過她 是覺得馬來西亞的食物比較重口味 所以就會覺得他們的大便會比較重 非常有理由的 這個是有理由的 對對對 因為剛才我去廁所 然後名字大便 我聞到很穿 我沒有大便 我完全沒有大便 OK這題呢 是比較嚴肅一點的扣分題 妳們覺得台灣跟馬來西亞男生 誰比較可能短命 1 2 3 請選擇 為什麼 因為台灣 而且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 什麼 我覺得他講的話非常有邏輯 非常清晰 因為他們要照顧他們的爸爸媽媽 然後女朋友的爸爸媽媽 所以他們要努力的賺錢打工 老死 老死 來所以接下來呢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我旁邊是跟阿妹妹一起合唱的 這首 買包包 換包包 然後也都多支持阿妹的這張最新專輯 叫做阿妹阿妹 所有任何要詢問我們的東西 或者關注我們的東西 只要去到我們的IG還有分專 就叫做阿妹阿妹 A-M-O-I-A-M-O-I 就會找到我們啦 Dog East Dog West Dog Tree Dog Four Dog Talk 買包包 換包包 啦啦啦啦啦啦啦 只要開心就好 不要累 不要煩 就要美的不要不要 我不痛不願 不痛不強 誰的心裡就好 買包包 換包包 啦啦啦啦啦啦啦 只要名牌就好 妳說叫 她說叫 我只想要一些鈔票 Oh sugar daddy honey money 我真的真的好想要 Oh sugar daddy honey money 我真的真的好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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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真的好想要